我們會要求主席 讓我們去宣誓 所以宣佈就是 由韋征和梁仲恒 議事規則第一步是應該可以進來自行 你參與 今天的立法會會 議員 我想說主席的權力不是無限量延伸 主席的權力都是基於我們這一步的議事規則 所有議事規則裏面我們擁有的權力 我們都應該得到保障 主席不是大了 這一本議事規則裏面有保證 但是我們要說好多更多的議事規則裏面有保證 我們都會走的了 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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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ienne寶寶 雪 nonprofits 雪紐 雪紐 雪索 就是雪紐 雪紐 有感覺 雪紐 一teenむ 雪紐 有感覺 好不好 雪紐 好不好 說回現在最新的情況 其實大會應該是按原定的時間 應該是已經開始的會議 但暫時我們未見到 就是主席梁君彥出來主持會議 見到就是千年新政的梁仲恆和尤惠貞 就未有理會到立法會秘書處的通告 就說他們不能夠入到會議廳參與今天的會議 是沒有理會到的 就在部分一些非建制派議員的一個護送之下 就入到立法會的會議廳 見到就是梁仲恆現在手持 他說是一本的議事規則 他剛剛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是說 雖然就是主席梁君彥宣佈 就是押後為他們再監製 但是根據以示規則的第十八條的第二款 其實是監製是不需要 宣誓是不需要主席的許可 見到現在仍然是有大批的全會 就是守候著 有些非建制派議員 剛剛就是不停在喊口號 就是叫依法監製召開會議 你看到現場的一些會議廳的保安員 暫時都是在人堆裡外面去圍觀的 還沒有作出進一步的舉動 包括叫梁仲恆和尤惠貞離開會議廳 而建制派的議員 也都在留在自己的位置看著現在的情況 開始見到一些會議廳的保安員 其實現在就開始邀請 叫一些傳媒先離開會議廳 現場所見 至少都有10個以上的保安員 就是在會議廳裡面 講講今天的情況 就是由於主席梁君彥 昨天宣布要押後衛青年真正的梁仲恆 和尤惠貞去監製 所以如果根據立法秘書處的演繹 根據議事規則的第一條 尤惠貞和梁仲恆 是不能夠入到會議廳 是參與今天的會議 但是在剛剛大概10分鐘之前 其實尤惠貞和梁仲恆 在部分非建制派的議員互送之下 就是進入到會議廳那裏 現在其實傳媒都已經離開了會議廳 見到會議廳內的保安員 是未有 是要求梁仲恆和尤惠貞 離開會議廳的 是要求梁仲恆和尤惠貞 議廳 我們下組的小部 就要求梁仲恆和尤惠貞 。 感谢观看